小朋友穿着越南传统服饰 唱出轻快节奏 这是台湾第一支越南语合唱团 苗栗厚龙镇成功国小校园最大特色 成功国小除了讲国语 越南语也很盛行 全校74名学童 有时7位是越南新移民第二代 对这群小朋友来说 学习越南语会因为母亲的身份 多了熟悉以及亲切感 孩子唱了这个粤语歌之后 他就开始想要教孩子 多学一些他的语言 后来这个妈妈 我们也把他请到学校里面来 教我们的孩子讲粤语 2019年1080年度 12年国教新课纲上路以后 东南亚七国语将列入学生必选修科目 小学生可以从闽南语 课语 原住民语 以及新住民语当中四选一 现阶段就读小学外配子女有8.7万人 教育部预估 全国将开设3338班 教师需求数为2664名 成功国小早在一年前 向移民署申请在学校试办 越南语教学 生活化的教学方式 让每一位学童都乐于学习 而有着类似做法的 还有台南式的安顺国小 华 华是什么 水果的意思 如果远色是姐妹什么 卯 卯是远色 谁希望你来学越南话 妈妈 那你妈妈嫁过来多久 11年了吧 一些生活的他都有写到 都有编到 然后就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越南话的特色应该是在于 他的腔调的时候要用到鼻翼 妈妈希望是我叫我去越南工作 为什么 因为最近听老师说 那个越南的 那个我们现在回去越南 可以赚很多钱 自编教材 辅助教学 安顺国小越南语教师陈金兰 1996年嫁到台湾 是胡志明市来台的第一批新住民 在越南拥有高中学历 又在台湾念过普校 五年前接受内政部母语教学培训后 摇身一变成为台南市 无所国小的越南语老师 我们是比较虚弱的国家 他们就觉得谁那个干嘛 学生要教学生来的时候 有人是有一个学生说 我爸爸不给我上 妈妈是OK啦 后来是沟通的当中 也是一个困难 二十几年前 夫家长辈多都由陈金兰负责照料 于是无法兼顾自己的一双儿女 他把当时不到两岁的儿子 以及刚满月的女儿 送回越南给母亲照顾 直到儿子念小学时 再接回台南 自己的小孩当过跨国闲转生 语言不通的苦 陈金兰最清楚 卸下老师身份 应应台湾新著名人口增加 他还到政府机关当翻译职工 也到移民署担任通议 甚至当选台南市模范母亲 而大儿子也顺利考取医学院 从教学经验中 陈金兰发现 东南亚语专门失之缺乏 所以他鼓励越南姐妹一起来加入 学校 区域学校联合开课的模式 譬如说甲乙丙三个学校 他们能不能假设 他们可以有一个 假设是越南语的老师 那他们可以考虑 譬如有的在周一上 有的在周二上 有的在周三上 那么这样的这个越南老师 就可以在三个学校上课 从现实考量 新著名可以撒回母女优势 然而当前小学兼任老师终点费 每节320元 就算一个星期交时节 也赚不到一万元 除非只当兴趣交 否则很难养家活口 势必会影响师资招募 万一师资不足 国教署打算应用网络科技 进行远距教学 打破时间及空间的限制 但是互动兴趣受到了质疑 教学还是利用真人教学 可能较好一点 因为真人教学的话 你会老师会当场给你一个事实的一个回馈 真人教学可能有同侪之间的互动 那这是远距教学它所没有的 语言教学没有速成法 东南亚语列入必选修科目 无非希望越早学习妈妈的话 增加台湾和东协国家互动机会 也让新二代成为台湾与东南亚的桥梁 看来新住民朋友曾经说过出的痛 如今也和闽南语 课语一样 越上正式学习殿堂 放 headquarters 明星 明星 了 τη